国军黑鹰直升机失事 参谋总装沈一鸣等八名将士殉职 军方14号会在空军松山基地举行联合攻击典礼 本月2号沈一鸣等将士搭乘黑鹰直升机前往宜兰东奥岭 代表总统执行春节未免官兵行程 但直升机不幸在途中坠毁 国防部陈痛宣布沈一鸣等八人罹难 空军司令部特别在13号执行幻象战机 及黑鹰直升机的追思致敬队形预演 追思致敬队形是为了纪念为国牺牲奉献的飞行员 通常由四架飞机低飞通过典礼上空 其中一架在编队进场时向上拉升 代表适者用留天际前往天堂 留下三架凭飞通过 下午国防部举办沈一鸣等一舅车队巡礼 从三种出发 沿途经过台北市19处让民众致议 总统蔡英文也现身国防部向迅职将士面怀致敬 届时联合公祭典礼上将由蔡英文主计 并追进沈一鸣为一级上将 及颁赠千天百日勋章 让他可以在春季国商典礼下葬在五指山 国军示范公墓的特寻区 政治中心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